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4日 周二 上午的盘面两次微涨 震荡幅度也比较小 那这样一来 这里形成了一个横盘的形态 再往上冲 就很容易形成一个背离的高点 并且上方也是面临一个压制 因此整体而言 在连续的反弹之后 仓位管理上一定要注意好控制 像昨天涨幅居前的银行 以及保险这些 今天跌幅比较大 而半导体今天拉出一根中央线 汽车更是走出了高潮 板块中都多只个股涨停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汽车除非是前排的核心个股 后排上板比较晚 或者是还在震荡 往上冲的过程中的个股 一旦盘中卖冲 都可以先做一个短线的兑现 昨天分歧比较大的减速器 今天是迎来反暴 就像昨天我们说 敏制电器 昨天虽然跌停 但也不用拱慌 今天是迎来一个修复 但这样一个修复 并不代表就直接能够开启 轻轻的上升 之后我们还是要看 今天跌的低点 特别是70元这样一个位置 是否能够起稳 如果不能够往下击穿的话 那还是看65 所以今天对于敏制电器这样的 还是先观望为主 在大阴线之后的一个修复 后面还有惯性的上升 包括中大利得也是同样的情况 那板块中还是轮动为主 像前期强势过 然后震荡的鸿迅科技 今天也是迎来涨停 那么明天将会面临一个前高的突破 明天关键看鸿迅的一个开盘 开在前高之上 那么可以尝试做一个低吸 如果开在线下 那么意味着过顶需要震荡 震荡 那么我们就先观望之后 突破之后再去做一个操作 其他方向 昨天传播我们在高点卖出 对吧 创了新高就是一个卖点 今天是一个小的调整 那目前整体来看 如果下探到28之后 还有一个反弹 那这个做与不做 都无所谓 这个新的上升 力度一切都还不知道 所以对于卖出之后 如果要寻找新的买点 回到28元 可以做一个小仓位的低吸 之后再一步一步往上看 一旦往上确认突破 才是一个新的加仓点 那其他 像AI 今天还是一个弱势的震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两根大阴线之后 整体的一个震荡 是往下的一个方向 往下 所以目前 对于AI 还是不要着急去做一个抄底 我们 还是 说过 再往下踩 才能够形成 一个比较好的 波段的 低吸位置 后面会迎来一个反弹 所以 对于AI 还是需要再保细点耐性 那另外 进阶段 这样的行情之下 除了 汽车 以及机器人 可以是阶段的 比较强势 那么 其他 都没有走出一个 连贯性的走势 那么 因此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以短线为主 不要 觉得 大牌目前 反弹起来了 就是一个 中线布局的位置 目前还是 谨慎 其他也没有什么 上午的视频 就到这里